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启了宜兰的观光大门 宜兰的游客人数成长了三倍 饭店和民宿量暴增了四倍 每年带来上百亿的观光产值 但引来的负面冲击也不小 从居住环境恶化 房市炒作观光人潮到交通大打结 商家的荷包是赚得饱饱的 但宜兰泄民的生活品质却大受影响 美丽的南洋平原变了调 旅外游子担心塞车不敢返乡 在地居民则是不愿意出门 尤其是塞车问题 雪山隧道全长12.9公里 隧道内不能变换车道 部分驾驶又因为怕被取缔 会放慢车速或拉大车距 当初设计北上最大通行量 是每小时2200辆 南下2400辆 一旦超过这个车流量 自然造成车辆回堵 尽管高工局不断以广播提醒要驾驶加速 别拉长车距 但成效仍然不佳 为了让雪碎别再塞 宜兰现场提出三个解套方式 包括了提高速限 隧道内变换车道 以及取缔归宿车 但这些交通的改善方案 能否真能改善国武的塞车 还存在很大问号 许多民众也很纳闷 明明隧道内就没有交通事故 但为什么会塞车呢 专家告诉你答案 因为我礼拜天还要上班 礼拜天是我最恐惧的日子 或者是廉价收假日 是我非常害怕的时间 因为必塞 这一天必塞 一连强调两次的必塞 假日开上国道5号 是许多宜兰人打从心底的恐惧 只要是星期天通勤 总让无熟军忐忑不安 因为不知道前方会是一路顺畅 还炫走走停停 停得又走 走了又停 这个画面在雪山隧道里不陌生 通车已经十年 交通沉积单 屡屡被打上不及格 要用路人都不抱怨也难 国内就是这样一有反弹 然后就觉得什么事情就谈不下去了 但是你政府你要有一个 让人家有远见的一个想法在 你不能反弹也许我们民众 看的观点没有那么周全 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案可行 你要说服大家 你要把一些配套全部做很健全 家在宜兰工作却在基隆 无熟军开车通勤 单程就要一个小时 若碰上塞车时间就得翻一倍 他急得像热锅的蚂蚁 若是再遇上塞车插队 连火气都会上来 这样插队的话 我都会摇下车窗开骂 就是很气 然后一直扒对方 你为什么来插我的队 我已经排得够 火气都来了 你还来插我的队 他真的会疯掉 这个是北上18.9 18.39K处这样一个事件 外头塞 平临行控中心里也在忙 一有状况都不能漏街 尤其最好别遇到塞车 就希望交通也要乖乖的 对啊 所有的设备都是 都是非常顺的在运作 一包乖乖坐镇无线电的上方 祈祷交通千万别作怪 但近来端午廉价 高工局的荧幕上 博物又出现满江红 于是提高隧道内的速度上限 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起来隧道 在速度上的设计上 是有它的上限值 有一个上限值 所以这样我要提高速限 其实是不太可行 提出放宽速限的正是宜兰县长 目前雪岁最高时速 每小时90公里 加上宽限值甚至能开到100 林聪贤建业还要再往上提高 不但如此 现行规定隧道内不能变换车道 也希望一并取消 原因就在于隧道太多驾驶人慢慢开 以宜兰要到台北 这一段是上坡路段 那往往这个速度就自然放慢 同时呢 又有从年初以后就又有传委说要科技指法 当然这个里面归宿车很难去取缔嘛 我觉得变换车道是个很危险的一个方案 我不觉得可惜 因为它里面就两个车道而已 你要怎么变换 你要在哪里变换 而且它的车速都非常快 其实很顺畅耶 好难得哦 技术提高隧道速限 变换车道真的能解开交通打劫吗 回头看吴淑君 这时刚过了头城 就在快要进入隧道前 不要讲太久已经回头了 哎呦 妈呀 果不其然 又塞了 从无到有 塞车到底怎么发生的 不管塞在哪 车证中的驾驶 或许都有这样的疑问 有时候觉得说前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 可是有时候到了那边 什么事故都没有 所以就是没有任何原因 对 有时候真的找不出任何原因 释出必有因 来看日本著名的塞车实验 学者让车子在封闭的圆圈内 以等速绕行 接下来根据实验设计 让其中一辆车突然踩刹车 状况就发生了 你现在前面那辆车踩的刹车 我后面这辆要不要踩 要啊 你还是会踩 其实没有什么事 假设轻轻的它踩了一个刹车 这个就会造成 这你刚讲的那种现象了 如古牌效应般 怕撞上前辆车 于是后面每辆车都踩了刹车 道路内越来越雍色 同样的原理 套用在雪山隧道会是如何 我现在看到前面一辆变换车道了 我可能还是要保持一个车踢了 我可能会画慢速度 要画慢之后后面还是要搬 一系列的会搬下来 驾驶在隧道内实施变换车道 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雪山隧道广播在保持安全车距后 适当的提高车速 跟上前车 让车流顺畅 车流量大 请在速限范围内提高你的车速 那也没告诉人家你要提高多少 或是告诉人家 你被哪一台乌龟车给挡造了 每个驾驶都有不同的习惯 广播怎么吹 好像都达不到效果 其实12.9公里长的雪队 设计北上最大通行量 是每小时2200辆次 假设涌上火舞的车辆有2500辆 多出的300辆装不进隧道 就会从入口一路回堵 现在通车前跟通车后 那个每年平均成长5% 其实是台湾小汽车太多 那现在我举一个数据好了 我们在连续假期的时候 有一天会有将近7万辆的车水 追根究底就是交通的需求大过于供给 车潮载着人潮也带来前潮 但这膨胀无度的观光 已经逼近饱和快要不受控制 我们10小时也变成观光客的价钱 那交通也会受到冲击环境也受到冲击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管理的策略上就必须要 进一步来做总量的管理 也就是说我们要变成是需要有品质的成长 不是量的成长 所以我们还能前进算还不错 我们要往好处想 我现在都往好处想 跟着吴淑君好不容易塞进隧道里 时速立刻从30调到10公里 几乎是慢慢滑速前进 有前进总有被触隧道口的时候 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只能说塞车吧 看开点 宜兰人这条上班路真是漫长啊 国务交通走出黑暗旗 这道超高难度袭击 谁来解题 当我们创造了雪山隧道 开创出这个交通需求之后 供不应求就注定成为雪睡的必要之二 因为无论哪个方案都无法解决 国务运输饱和的问题 除非增加供给再盖一条 但如果这条路现阶段不可行 再来就是要抑制需求了 过去宜兰曾经实施过 尖离峰差别费率 尖峰时段走高速公路收费变贵 但因为国道5号并不长 即使尖峰时段增加新台币数十元收费 用路人也不太在意 无法达到分散车流的目的 所以宜兰县一涨喊出收入乘税 透过e-tech系统辨识外来车 向非宜兰人收取新台币50元的入乘税 希望以加质量来改善车辆优色问题 但抑制需求无非是增加用路人的成本 虽然民意机关提出了这个想法 但有可能涉及对在地观光的冲击 要不要实施地方行政机关还很保留 有文创 有景点还有天然的山水美景 这也是很多人心中最爱的旅游圣地宜兰 从哪边来玩 我们从那个新北市 对 今天是一只朋友安排什么样的计划行程 没有就是来这边度假两三天这样 因为小孩子喜欢火车所以顺便带他坐火车过来 然后等一下要去那个饭店里面休息 观光产业被宜兰县政府列为旗舰计划 甚至是砸重金推出国际宣传影片 行销宜兰卯足全力 但是相对的这个噩梦很多人都经历过 今天不是假日 不过现在大概是傍晚五点左右 在北上的部分就出现了拥塞的车潮 现在时速只有不到20公里 大塞车 对啊 所以说都利用平常时间 要周一到周五时间 宜兰有多夯 就算非假日也不见得能闪过车阵 这一切都在雪碎开通后急速攀升 从数字来看 雪碎通车前宜兰风景区 一年平均的游客数是368万 到了2014年已经翻一倍上升到768万 2015年也有698万 游客蜂涌而至带动整体饭店民宿产业 雪碎通车前宜兰的民宿房间数 从约900间增加到目前超过4500间 而在饭店的部分 未来五年的房间数还要拓展约3000间 现在在新建中的或者是筹备中的 大概有3到4000间 那未来五年确定会完工的 大概房间数有2000到3000 拼光光增加就业机会增加营收 但是如何解决庞大神潮 带来的交通问题 高工局几乎是穷尽所有方法 像是把速线从70公里提升到90公里 开设大客车专用道 实施尖离风差别费率等措施 但是对拥塞车潮 效果似乎还是有限 因此宜兰县议会议长陈文昌 提出了征收环境税或是入乘税的建议 就是希望引导用入人来宜兰的人 能够分流 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达成的目的就是说 透过这样的方式 如果能够收一点钱 有些收入的话 来充实我们宜兰内部的大众应施 接触系统的建立 所谓的入乘税就是希望向外县市的车辆收取费用 议长提出每次收50块 并且利用e-tag系统来辨识外来车 藉此鼓励游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以下质量 但是我们首先要去做这个使用者的调查 看看怎么收 然后才不会有后遗症 要收多少才会产生效果 那这一点 那目前所提到的 不管是一天收停车费300块 或者是每进一层 我们说收到50到100块钱 那这个都必须要有民意的基础 事上入乘税的用意就跟拥挤税的定义类似 像是新加坡 英国伦敦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都有在尖峰时段 针对特定的热门路段 收取拥挤费用以达到分流效果 这个做法并非不可行 但是如果要在客税难保民意不会反弹 其他县市的风景区还可能跟进仿效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墾丁 还有南投 日月潭 还有花莲 将来都会收 那民众的话可能那个反应就不好了 他认为每个地方都加税那种感觉 是看你这个生日有来用的 你加速没来用 你再搭到这样 搓不来 如果说你这个生日开始你有问题 你有来用 你看境好 大家可以继续 可以透过这个方向 增加来用 可以为期一定的水準 征收入城税 在地的店家担心 会不会造成观光收益的减少 不过外地的游客反应又是如何 谢谢 那 应该觉得没什么意见 就觉得应该是OK 会影响你的那个意愿吗 觉得还要多付50块 是不会 因为最近就了解 使用者付费嘛 议长抛出的意见引起不同讨论的声音 交通部强调可以考虑可行性 但是对宜兰县政府来说 客征入城税几乎是下下策的作法 不管是拥挤税或者是入城费 或甚至于可能是单船号分流等等 那这个当然会穷尽所有的方法之后 如果还有在讨论的空间 后续会来再继续说讨论 拥挤费就是说 其他方式都没有效果的时候 我们才被迫要用这一招 因为这是等于是说 正面的效益跟负面冲击 并存的一个方法 如果另外收费 当然对解决塞车问题 可能有立即效果 但是也难保不会引起 观光缩减的负面冲击 毕竟车潮就等于前潮 地方政府不敢轻举妄动 就怕影响观感 入城税收不收得从长记忆 雪岁开通后 将原本交通不便的宜兰 也纳入了大台北生活圈 一到假日的宜兰 就挤满了外地游客 夜市景点满满的都是人 很多游客来到宜兰 都只是一日游客 原因就是交通便利 以往大家来宜兰 都会安排二日游 三日游 但如今大大减少 相对的单日来回的游客 大量增加 不过这对观光来说 却不是一件好事 宜兰还必须想办法 创造乡镇的差异性 吸引游客 平日来 才能真正舒缓 假日的拥塞问题 其次就是增加公共运输的效能 目前国道客运班次的密度 已经算高了 但问题是 尖离峰时段的差异太大 再加上下了客运后 县内公车网无法做到点对点的 无缝接轨 民众还是会想要自己开车 宜兰县府要鼓励游客不要开车 多搭乘客运公车 还得再提升大众运输系统的便利性 尤其进入暑假旅游旺季 和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登场 交通部就规划了公共运输游会措施 鼓励民众尽量少开车 假日也有景点接驳公车 方便游客游玩 就是希望借由提升公共运输的效能 来分流小客车的车流量 但用路人买账吗 没有一定行程所以没有目的地 达乘宜兰静好行公车 两位朋友享受轻松简短的轻旅行 定点停下来游玩 不仅没有压力 更充满惊和期待 宜兰静好行是宜兰新政府 和交通部携手规划 在台湾好行郊西河东山河路线以外 另外新辟的干线式区间公车 以及景点接驳 路线多达18条 还用编号让民众识别 要营造出幸福交通网 在规划大概有三个部分 其实我们市区公车主要大概串联 就是县内比如说火车站 转运站以及医疗院所 以及一些学校 还有公共景点 这些景点都是有到的 根据宜兰县政府统计 搭乘市区客运的人数 从2010年每个月不到1万人次 到现在平均一个月都有8万人次左右 推出县内公共运输 就是想要改善血税 以及宜兰市区假日塞车的问题 只是现阶段每趟车的班距都不一样 20分钟一班算密集 但网页上的班次看来 宜兰市开网撞围箱 需要一个半小时才会有车 一天仅仅8个班次 针对比如说观光的路线 我们大概平假日班次会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观光路线平日 可能平均班次大约1个小时左右 那我们假日的时候可能会加密到 比如说半个小时或20分钟 一班次的部分 所以我们会针对平假日不同的需求 来做这样营运班次的调整 接驳车如果说只是单纯的 只是想要去一个文化中心什么的 或许是 可是如果说想要跑一些 比较小的景点的时候 可能就比较不方便 然后到宜兰 因为宜兰有很多景点 所以我们开了车去的时候 想要去哪里 就比较方便的可以到那个地方 是觉得开车比较方便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从台北过去的话 大概如果不是塞车 50分钟左右以内会到 那因为到了宜兰以后 地广人稀 很多地方必须靠交通工具 才能够到达的景点 所以还是会选择开车 自行开车毕竟还是方便得多 因为在诱因不足的情况下 要减少车流量还是很困难 雪岁南下和北上都只有两县道 隧道容量明显小于需求 自行开车怕塞的民众 都会搭乘国道客运前往宜兰 他很便捷 然后上个车就有车坐 不需要等很久 哪怕是看到很多人 一下子就有下一班车可以到 客运在花卉上也比较省 然后他班次又密集 随时都可以上车 不用花很多时间去说 我设定在某一个时间去等火车 选择搭客运便捷又方便 而且比较不塞 因为去年12月起 国道5号先事半两周 开放大客车行驶路肩 在今年元旦正式实施 更在5月行驶路肩道路 延长了一公里 每个假日的时候 会对小客车实施砸到疑口 可是对我们大客车来讲 就可以行驶这个公车转后道 完全不受这个红绿灯的限制 那同时在礼拜天 每个礼拜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 会有这个高层在管制 那我们大客车也是那个 一路畅行 可以整个来讲大概可以 節省大概30分钟的时间 工部门也和客运业者合作 在去年冬午节起 仿造邮轮式专车 把国道客运路线 延伸到宜兰27个景点 只有民众改搭大众运输 15到20分钟就有个班次 所以做我们国道客运到宜兰去 玩这个到东山河去参加同万节 也其实也都不必自己开车 做我们的大众运输在转 国道客运在转那个市区公车 也是非常方便 只是宜兰不向大都会 交通运输无法做到面面俱到 客运班次和市区公车 有时候时间点很难衔接 无法顺利接轨 因此这项美意也大打折扣 根据公路总局统计 一年来客运减班的幅度 达到四成五 看来诱因再多恐怕不是重点 关键还是在于民众的接受度 北宜直线铁路一直也是宜兰县府 积极想要争取的交通建设 但这个规划争论了15年之久 交通部最早提出的方案是 结完取值 从台北到宜兰时间缩短到 只需要39分钟 但因为通过翡翠水库集水区 而被否决 交通部又继续规划了替代方案 绕过水库不拉直线 不过节省的时间不多 在效益有限下 让这个方案还悬而未决 现有的血碎 已无大幅改善的空间 除非供需出现结构性变化 血碎塞车难解 回到问题的源头 要解决的其实是供需问题 大家探索周报 每周与你一起发掘新闻的事实 体现新闻的价值 我们下周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